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感测炮塔将放置在SCP-870的生活区域外以防止逃脱 一名患有思觉失调症的地级人员将通过监视器全天监视SCP-870 应每48小时向SCP-870提供一整头牛 描述 SCP-870是一种不明大小和外形的动物物种 由于未知的原因 只能被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员看见 这经常导致SCP-870个体被认为是幻觉 SCP-870个体是扎实性的 而且会是几乎任何植物和肉食 不过一般来说更喜欢在幽暗的地方进食 值得注意的是 两个有能力看见SCP-870的人 会描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其实他们观察的是同一个SCP-870个体 对SCP-870个体描述如下 一只有三只眼睛和蜘蛛腿的短蚊二 一团由烟组成的人 一只长着人脸的大蚂蚁 一个长着鹦鹉头的驼背小孩 一只有很多很多腿的蜘蛛 一只腿是人手的蜈蚣 SCP-870个体略实性很高 通常可以数月甚至数年不吃不喝地追踪他们的猎物 目前未知他们是如何克服阴阳不良的 最后当他的猎物单独行动或处于幽暗地狱时 SCP-870会杀害猎物并将其整只吞下 见访谈870之一 SCP-870的繁殖方式目前未知 不过患有思觉失调症的研究员 在日记中推测他们事实上不需要食物来维持生命 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会用很长的一段时间 将吞下的受害者尸体转化为他们的诱体 该理论还没有被证实 目前正通过研究以测试理论 当前处于基因会监管下的SCP-870个体 经常试图破坏受容设施 并对所有人员都怀有敌意 在SCP-870的受容区域 每个小时都可以入到撞击声 目前正在研究一种不需要患有思觉失调症 也能感知到SCP-870的方式 不过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当前认为世界上还存有数十只 甚至摆斥该类个体 他们对公众是明显的威胁 下一步必须摧毁和受容这些个体 访谈870之一 被调查者 先生 调查者 博士 前言 在20 先生向远警报警说他在喂鱼 在家里杀了一只怪物 先生随后被发现患有思觉失调症 而基因会则怀疑牵涉到SCP-870 并将他带来询问 嗨 你好吗 我很好 好 你是谁 我是 我是 我来这里是为了证实那些你告诉远警的事 当然 我的意思是 问吧 那只怪物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为我描述一下吗 你认为我在撒谎吗 这是真的 我发誓 它又在哪 请回答问题 抱歉 抱歉 只是有点紧张 好的 它看上去像只蜘蛛 不过有 有很多腿 它肩罩就朝我冲来 所以我就开张射它 你第一次看见怪物是什么时候 呃 呃 对不起 请回答问题 我 我在哪 都能看见他们 我还跟踪他们 看他们在干什么 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实的 你明白吗 可以理解 你有看见什么重要的事吗 其中一只混蛋在狩猎一个男人 我看见他 在他的房子外面 看着他 我看着他 看着他 你有没有东西掉了 但一看地上 东西就找不到了 当然 为什么 那些东西不是单纯的消失 这个语言 我看见他掉了一把池 而那个东西就在他桌下 把那把池抓住吞掉了 然后几天后 他吃了它 把它整个吞了 好的 谢谢你 小姐会带你出去 近况 先生在进行一次A级记忆消除后被释放了 令人担忧的是 先生暗示那个SCP870 当前正在一个主要人口中心 进一步调查正在进行 附入870之一 我个人 不相信那些思觉失调症患者 是真的能看见SCP870的全貌 它们只是看得比我们多一点而已 我们看不见是因为我们的大脑 不是用来看它们的 那些思觉失调症患者 它们大脑的连接方式 和我们就有一点不同 所以也只比我们多看到一点 这些东西有非常完美的伪装 我们没有办法简单地看穿它 我是 以上就是SCP870 简单说SCP870 是一种外形不明的动物 只有思觉失调症患者 才能看见它们 但是每个人看到外形都不相同 SCP870会跟踪它的猎物 会在猎物独处时 杀害它们并吞食 SCP870的图片是来自英国昆虫学家 Edward Newman 他把一种我们的化石 视为一种有代的蝙蝠 这是因为当时发现的一龙化石 有一些毛发的痕迹 他将化石重构成这张图片 并在1843年将其发表在自己作为编辑的杂志 的Zoologies上 不得不说看起来真的蛮像异世界的怪物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所以有帮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出的SCP和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